我覺得自己的心態很重要 像我自己心裡有一個奧運夢 我就會慢慢去朝這個目標去前進 所以我會盡全的去平奧運 我會結束跆拳道是因為國小的時候 因為媽媽要我選一個社團 想說一個小女孩練 就也可以防身 也會覺得很苦啊 然後我就想去嘗試一下 就從這個社團慢慢開始結束跆拳道 全中英有德賓是在我國三的時候 雖然我第一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自己就是到特別的好 所以我會想要更努力的往前 也不算很順遂啊 就是還是會有遇到困難瓶頸的時候 我覺得最適合應該是亞井三的時候 因為在亞運前嘛 因為第一跟韓國 然後其實比完之後 才知道我們就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有很多 所以我們在亞井賽玩之後 我們就有加強的去訓練 然後亞運才可以有很大的突破 亞運那段期間很常哭 因為會覺得我 我覺得我自己要求不好 就是蠻完美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自己提不好 不是家運罵我 只是我自己提不好 我也會氣自己 就是為什麼 這麼簡單 為什麼沒有做 沒有做到這麼好這樣 亞運是我第一大的賽事 然後前面其實有很多的壓力 就是也有受到很多自己心裡的壓力啊 或是外在的影響 對 可是在比完之後 我就會就是可能慢慢回想中 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過程 一個經驗 對 然後到現在 比一些大的賽事 我覺得我就可以自己再慢慢調整自己的心力 來 我小時候其實我也不敢想 因為 只覺得會去羨慕那些 比較厲害的那些選手 可是到慢慢大了之後 會去有那個想法去想說 我站在亞運殿堂 經過亞運的賽事 我覺得 對我的幫助特別大 然後也覺得 也更肯定我自己 可以就是繼續再往更大的挑戰去走 除了